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起 他造成的是183个人的死亡 而且其中的美军就13人 当然美国就立刻说誓言报复 你看到拜登说誓言报复 那么他们也很快的就立刻的报复了 那就是袭击这一个ISK ISK就是这一个恐怖组织的基地 然后根据美国的报道是说 他们已经把组谋者完全的斩首了 所以呢他们解决了这一个主要的组谋者 问题是因此你就解决了 整个恐怖攻击的威胁了吗 当然没有 因为美国情报单会自己说 赶快走赶快走 因为喀布尔机场随时还会有恐怖攻击 那在昨天晚上呢 我们就看到说 阿富汗的喀布尔附近 又出现了火箭弹的攻击 那目前还没有任何单位出来说 到底是谁干的 但是ISK的几率 当然其实是蛮高的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提出来说 拜登会不会再度的陷入恐怖 面对恐怖攻击的永远的战争 所以美国在2001年的时候 当时进军阿富汗 其实是为了要解决恐怖攻击 20年下来他花了两兆美元 牺牲了上千名的美国士兵的命 也让阿富汗内部其实呢 动荡不堪 可是呢 现在看起来 整个恐怖攻击的事件 不但没有结束 现在可能成为拜登 成为美国下一个梦夜 那么因此回过头来呢 有两件事 第一个 美国会不会被迫要跟塔利班合作 这个发展现在非常的戏剧化 第二个是 他们说从阿富汗撤军 是为了专心对付美 对付中国大陆 但是呢 你看到布林肯跟王毅两度通电话 所以一个呢 是美国的敌人塔利班 另外一个是美国不断的宣称说要反中的这个中国 在阿富汗的恐怖危机大不复大不大大幅度的提升的时候 现在美国回过头来 我要跟塔利班合作 我要跟中国合作 而我自己的恐怖攻击梦也还没有结束 我觉得恐攻固然很震撼 可是我觉得所有的故事都在美国的报复里 我说恐攻很震撼 恐攻是可以预期的 就是说他一定会发生在某个时间点 我们不知道要不然就不叫恐攻嘛 那恐攻会用那种的形式发生 然后美国人呢 其实所有的哀悼所有的愤怒呢 都在那十七个美军 十三个美军 当然估计还有还有十八九个美军呢 是受轻重伤的 那你也看到就是说呢 美军呢派到呢 他绝对不会派穆斯林到穆斯林的区域去执行 他也不会派亚裔到亚洲区呢来执行 那因为美国的美国的部队里面啊 他的人人种很复杂 所以你看到你看到的 比如说英军就清一色是是是是白的 那我我说在所有的故事呢 都在美国的报复里头 美国的美国的报复突然间让我 觉得我看懂了两件事 就看懂两件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布林肯 这已经第二次通话了 昨天是第二次通话 他们这两个礼拜都通话 这频率很高啊 29号呢 布林那个王毅这边 所发出来的讯息 他应邀 然后跟布林肯二路通话 对这频率很高 他他让再三的显示 就是说美国充分的认知到呢 接下去阿范的情势 他非常需要了解中国的态度 以及中国的中国的配合 可是从新闻的内容上面来看 我认为中美对于塔利班的定性的看法 是不一致的 就美国是很犹豫的 因为他实在拉不下那个脸 他终究是被塔利班呢 扫地做出门 要赶出阿富汗 赶出喀布尔 那塔利班呢 在迅雷布局8月15号进程 那个呢 所引起的国际舆论的沸腾 来自于之后呢 人从飞机上掉下来 再来恐攻 你想短短的这十多天的时间里面 让美国焦头烂额 那个呢 跟塔利班提早进程是有关的 美国完全 我们说他的情报安全跟军事部门 对塔利班即将进程这件事情 以及阿富汗的政府军完全弃守 美国毫无所觉 我们说他的他的整个系统是崩溃的 可是你会发现 哎那可是他在他他在杀ISK的时候 这个叫做呢 这个就是IS呢 在在阿富汗的主要的组织呼噜山的这个系统 他去猎杀 他去猎杀这个分支机构 好像呢 又很准啊 当我说要报复的时候 不到24次小时 我的无人机呢 就杀人了 呃 你认为 布林肯之前的跟王毅通话 在讲什么 除了除了要了解对于塔利班的 大家比较一致性的看法 塔利班8月15号进程 8月19号宣布建国 到现在为止 两个礼拜的时间 地球上面还没有哪个国家承认塔利班 嗯 还没有 就是说 尤其是大国的承认 对塔利班至关重要 我认为美国 美国知道就是说 这个时候先 可不可以先不要 嗯 我想他跟中国谈 可不可以先不要承认他 因为你承认他之后 我们就很难很难处理 嗯 第二个就是说 接下去对于所有的 阿富汗境内的恐怖 恐怖团体的追杀 嗯 要报仇这件事情 他一定需要经过中国的某种的支持 因为像他这一次的攻击点 那个叫做南格哈尔省 阿富汗有34个省 因为他很多省都很小人很少 你就是不不利用台湾省的角度去看了 就是他的那个南格哈尔省因为已经贴在贴在巴基斯坦的边境上 嗯 那同时呢距离 距离中国的边境的其实也很近 对那人人人人人口非常非常少可是他可以很快的找到你认为美国是怎么找到其实塔利班跟跟ISK之间的中中间的还有还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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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的叫做哈哈卡尼网络这个呢可能你在关注关注阿富汗的恐怖团体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这个叫哈卡尼网络的这个哈卡尼网络他的角色的定性美国固然拜登公开讲说 诶这个IS哈去其实是塔利班的死对头嗯他们似同水火因为有IS塔利班的会觉得诶我什么都没做可是我我我我竟然变成温和派了我竟然变成这个温和吧对以前呢我被认为这是恐恐恐怖组组织对我被被认为的是极端的保守的基本教育派那全世界的西方国家的带头的都是在骂我的追我现在竟然变成温和派因为因为那个ISK嗯好但是在ISK呢跟 跟这个跟塔利班的中间的有一个模糊的组织呢叫做哈卡尼网络这个哈卡尼网络他也加入了塔利班的运作嗯但是呢他其实跟ISK又非常的接近嗯所有的这种的美国的很快速的找到呢找到那个人以美国的情报单位来来讲他自己一定办不到嗯那一定有人通风报信那个通风报信一定是塔利班嗯所以塔利班在昨天呢呃 塔利班的发言人说他谴责美国呢这起的恐怖攻击事件那个是对阿富汗主权的入侵那个你听听就好了那只是一场戏那只是撇清那个情报一定是塔利班给的事实上啊在这一个其实是所有的外面的报道啊包括了福斯新闻啦或者是美国的嗯 嗯Politico啦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网站的一个政治新闻的网站啊那么其实都透露出来说这一次整个袭击嗯袭击I6K嗯的袭击动作呢是情报分享是美军跟塔利班来分享情报嗯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两个合作对象现在是美国为了要稳定自己的局势嗯稳定拜登的 声望嗯所被迫必须要合作的对象嗯一个是塔利班好因为塔利班相信之下他没有像I6K是誓言报复誓言攻击为主的一个组织嗯塔利班至少还强调的是我要温和啊我用我的我的伊斯兰的律法来治理国家但我基本上呢我希望争取国际的这个支持啊然后我也不会去报复这20年来跟美国一起合作的对象嗯你说美国到底 有没有跟他合作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白宫其实并没有否认哦就美国交出了一份嗯美国公民还有持有美国绿卡的人士撤离的名单以及嗯阿富汗内他想要撤离的合作名单是阿富汗人那简直害死他们他把那一万多人的名单如果你说美国公民的名单我觉得有道理嗯就你给了塔利班塔利班你你在那个机场外围的时候你要放行这些人对绿卡持有者其实已经有点争议 因为这绿卡持有者你不太能确定是美国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或者可能是阿富汗人啊因为绿卡其实还不是公民嘛哦他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公民可能是阿富汗人第三个是阿富汗跟美国合作的名单美军把这份名单交给塔利班啊说请你放行这一些人如果今天啊他不相信塔利班的啊交出这份名单那你不就是交出了一份暗杀名单吗没错啊 就是当美国要美国或者英国或者现在的现在的就北约的国家他们之所以想方设法一定要把曾经跟跟北约会的跟美国合作的这些阿富汗人要表现出一个说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们带离开阿富汗 不是这些人对他们很重要他们也也并不喜欢难民可是如果他不能够把这些人带离开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再也没有人敢跟你合作 比如说台湾台湾有我相信有很多人看到美国呢这么努力的要把那些曾经跟帮过他的阿富汗人要带离开阿富汗他们心会很安 对还有猫跟狗也要带走对他们会会相信有一天台湾如果变成下一个阿富汗的时候呢我是可以上美国美国C1C1拐军军机的那个人 我不用了去巴着巴着呢这个就起落架我我可以呢上飞机美国一定会把我带到美国去那我怕什么相反的如果那些人带不走 你认为台湾还有多少人敢跟美国合作 所以那个呢那个承诺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否则他以后第三世界国家他要介入的时候没有人敢帮美国忙没有人的敢敢敢去的当阿奸 当台奸都不会 好但是呢这一次的攻击事件当中我说所有的故事呢是在美国的报复 你之后你会觉得美国的情报突然间零了他说24小时36小时可能还会攻击事件 这个这个讯息我觉得两面解读 第一个他其实是一个常识 就是我即使没有任何的情报讯息 我都可以赶快跟所有的侨民讲 你们赶快离开 因为呢击下去呢还会有恐攻 因为这是恐攻的标准模式 你只要去研究恐怖攻击 你就像是就像是纽约的双子星 他不会是单子星被炸 他一定是双子星 他一定会在短时间之内会对他才会造成很强的那种的震撼效果 单一事件了通常 新闻很快就过去 但是呢就是重复发生的事件 让你在心里面已经非常的紧张的时候 再给你一个强烈的撞击 那个是恐怖攻击的标准模式 所以你看到只要任何大规模的恐攻之后 美国照例 他的安全部门会发出警语 接下去还还会有下一步的恐怖攻击 大家呢要小心那个是标准模式 可是他这一次的那个定点打击 用NQ9 就说这个叫做死神无人机的攻击 因为非常的精准 而且用了他的他的新的猎杀的武器 这猎杀武器 2019年才刚被 刚被证实 那他大家叫忍者 忍者飞弹了 他其实是一个地域火 飞弹的 改装 他不是 他 他 算是他不是炸药 所以不会造成旁边的人的大规模的无辜伤亡 他基本上面就真的像是我们讲的雪笛子 嗯 那个那个炮弹锁定你之后 因为那个定位非常的精 精准 可以在呢 可以在一公尺的范围之内 下来之后靠近你的时候呢 那个炸弹的射出来的呢 是钢刀 是非常大大片的钢刀 你用雪笛子来形容 就突然那个 那个所有的那个 那个 画面 全部出现 他他没有 他没有爆爆炸 我们是蜻蜓剧看太多 对对对 明明明朝了 雪笛子是明朝 雪笛子是清朝 是用正吧 对的那个从从明明末就就 你看到的那个那个下下来了之后 他他从刚刚刀所以 他在地上炸出一个洞那个洞你看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炸药洞 炸药洞多半是一个 像碗一样的坑坑洞 可是他他不他就一个洞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人呢或者或者车都被有很多的那种蛋片 那种的蛋片都像是刀片要切切切切 好这个 MQ 当我看到MQ无人9这么厉害 就有这种武器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说 台湾快得到了 台湾台湾之前2019年跟美国采购的四架的无人机就是这个 MQ9 当然台湾买的MQ9美方是说上面装的是呢 是海上的这个就是说高空侦察的武器 可是你知道这种的现代的军事装备都是模组化的 我随着要换装就像台湾的海巡的加一件 4000吨比台湾的拉法业都还大 那个呢随时在真的有战争需要的时候呢 屏战转换的时候呢就把机器拆一拆之后 马上呢就可以把一些把炮弹 把那熊熊风的都装上去 那种屏战转换呢非常的顺畅 所以那个MQ9以后在台湾也看得到 好 MQ9他到底解决了恐怖攻击了吗 嗯 短时间之内了 我都我觉得以现在的效果来讲 他会产生一些威吓的效果 但他解决了恐怖攻击了吗 没有 我不会 我你你一问你杀了宾拉登之后 嗯 又怎么样 对 埃子海还是在 就你灭掉了伊拉克 嗯 还会有埃西 是 然后呢你近战了这一个 阿富汗 然后同时呢杀了宾拉登 可是事实上呢 凯这个盖 盖达组织 还有这个就是这一个这个基地组织 他在各地的孤狼市的这个方案 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他衍生出了各地的各式各样的恐怖组织 像ISIS-K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分支 所以你花了那么多的战争的 这一些攻击 但是然后你现在看起来你展现了最高端的 武器设备 不会有任何恐怖组织 拥有可以对抗你的武器设备的能力 但是你解决他们了吗 我其实一直想问就是你解决他们了吗 不会 我 我觉得经过阿富汗事件之后 我们即使都不是穆斯林 我们都不是信仰伊斯兰的教义 可是你对于他们的想法 以及他们的那种的悲壮的感觉 呃我我觉得大家应该应该可以在心灵上面更更靠近 更更了解他们一点 那他们 对他们来讲 这是讲的圣战 他们之所以叫做叫做圣战士 就是他即使战死了 他会他会觉得他他就上上上天堂 他他真的在很多方面来来讲 对死亡这件事情 他们的处理的方式 跟我们一般是很不一样的 好 那中国当然美国 我们就来看中美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会 如何的有合作空间 嗯 布林肯为什么两度要打电话给王毅 那像你的解读是说 他会拜托王毅说你给我一点面子 这样子 你不要那么快的去承认塔利班 我第一个当要问的是说 美国会要求中国大陆一起来制裁塔利班吗 他自己现在跟他 我这整件事情荒谬的地方在这边 就是 请问一下是谁跟塔利班合作要撤军 这个协商 然后签了协约 然后说要撤军的 你美国跟塔利班何谈 是川普啊 对 你不管是川普也好 或者是 这个这个这个拜登也好 是你美国去谈的 没错 谈出了一个撤军 所以你跟塔利班之间有没有联系管道 当然有啊 情报的资源 彼此之间互想 那是你美国跟塔利班 你现在也说可能未来 终究你必须要跟塔利班有所合作 你现在告诉其他国家说你们不准跟塔利班合作 只有我可以跟塔利班合作 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第一种是他要求中国大陆不要跟塔利班合作 不要跟塔利班来 不要承认塔利班 那第二种 从王毅的回应 王毅公布的内容 布林肯没有公布内容 王毅所公布的内容是说 你不要再走制裁那条路 你应该走引导 你应该协助 阿富汗 好好的建设成为一个稳定的 有经济未来性的一个国家 请你们不要再用制裁了 难道 布林肯又想要要求中国大陆 配合美国一起去制裁阿富汗吗 嗯 这里面的那一个 那个我是老大的那种心态 怎么到现在为止没有改掉 好我 我就有有一点是大家不要忽略 中国中国现在毕竟是 亚洲第一强权 我不要说全是亚洲第一强权 但是中国不管强不强 我认为从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南党 呃其实他一直保持的一个一个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是重要的 就是他不只要保护那中国不受侵犯 他同时也不允许美国在中国边境上面动 所以不管是韩战到了关键的时刻他一定要进来 因为你已经能打到压压江边 那南北越的时候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也进来 之后呢 之后呢 因为俄罗斯进来 苏联进来 所以呢 他跟苏联的关系不好 所以他他也就他也就撤离 到了1979年跟越南打一仗之后呢 中国就再也没有打仗 那当你要在在中国的 边境动物 好像中国如果不跟你配合的时候你的无人机是找不到人的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意思 就是 今天有能力去干扰你的无人机的定位锁定的中国一定办得到 中你的你的无人机都已经飞到至于中国边境这么近的地方 中国会不知道吗 所以当你要在中国边境在阿富汗在像是这种的南格哈尔省这种的一般我们根本就是你你永远不会去到的地方 那种非常荒凉的地方 基本上三不管地带 然后就发动发动攻击 那个地方是很复杂 他有塔利班的 事实力 有有 也有呢 也有的 ISK的这些事实力也有盖达组织事实力 那个地方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他就在巴基斯坦的边境上面 你要发动攻击的时候 第1个 你要跟中国打招呼 我认为 美国其实是在跟中国打招呼 就是我如果边上说什么事情我要在你旁边 到你家隔隔壁去打人的时候先跟你讲一下不好意思啊 待会声音大一点你稍微包含包含一下 第2个就是说 今天那个地方的毕竟 毕竟如果说如果中国不配合 不理解 那美国呢在接下去阿富汗问题的要采取军事手段去处理他的难度都会大幅的提高 美国现在毕竟建在悬悬上你今天看到的 都是北约军队撤离的消息 都都是美国在撤离 因为今天8月30 以美国时间来讲 今天不算也就两天的时间 他还有多少时间 他要赶快撤 他保证他撤非常的顺畅 IS就是趁你在撤的时候我来我来我来炸你 你你人走了我炸谁呢 我终究重点上炸死美美国人了 所以当然趁你在撤的时候兵荒马乱的时候 是我动手最好的时候 但是美国呢美国真正态度 美国在这起恐攻事件之后 你看得出来拜登的也开始呢 讲一下模拟两可的话 就是他不见得会会马上离开 就换句话说他的部队可能撤走 可是他对阿富汗的影响力他要保留 他要保持对阿富汗影响 反恐这件事情 他会继续做 这点对塔利班来讲不见得不好 塔利班的军力并不强 他在打游击面对面对美军的时候 面对阿富汗政府军 或许有用 可是你同样是这种的就是说恐怖组织的背景 他要去面对到IS的时候 他可能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 中国的态度很重要了 我说中国 中国到现在为止 一直在呼吁就说呢 美国应该对塔利班采取 一个比较理性温和合作的处理模式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布林肯跟王毅 短短不到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两次的通电话这个频率已经是拜登上台之后最高的 表示 阿富汗的问题确实很复杂 第二个中国的合作呢 中国的配合非常的重要 中美共管阿富汗 中美共同去处理阿富汗 所以这两次通话里面 我觉得真正意涵 就这件事情 凭美国没有办法 那中国的中国的理解 让对我们形成一个中美对塔利班的定性的看法 我说塔利班到现在没有办法定性 塔利班到底是什么 他要往往哪边走 你真的讲讲不出来 中美形成定性的看法对塔利班会形成压压 那这个时候中美之间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除了呼吁美国 你不要老是用用用那种想要去打击 想要去控制的方式 你终究要有耐心的 让塔利班的有机会呢 能够的重建阿富汗 不要那种 总是就这样讲 就说 王毅的呼吁美美国 帮助阿富汗 智恐止暴 中国必须最最核心的就 就反恐 中国最核心的目的 就反恐 上和组织的最核心的 用意的就是反恐 美国的反恐这件事情上面 他会取得跟中国 甚至跟上和组织的 成员国之间的 某种的默契 所以这次的攻击事件 对于整个中亚 里面的几个的国家跟美国的关系 他都会有一些微妙的调整 不只是中国 里面里面甚至包括了巴基斯坦 甚至包括伊朗 因为美国未来在整个中亚地区问题的处理 没有这些国家的合作 他都办不到 结果这几天 在看美国 跟阿富汗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其实就忍不住去想到这一本书 这本书 其实是 其实在 美国 美国的 书室里头 这一类的检讨的书 都是非常非常少的 以善意铺陈的地狱 他的副标题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他讲什么 他副标题就是呢 重启大棋局也注定失败的美国外交政策 现在完全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 为什么美国外交政策 一败再败 为什么说在美国书室里头 这样的书都非常的少 这本书的作者 其实他在外交圈里头 是非常前辈的人 是一个大前辈 他是哈佛的国际关系教授 叫做华特 他起到 但是 除了他有那个分量 而且他因为反正未来 已经不需要去寻求 生涯规划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哈佛的教授了 他不需要去寻求说 哎呀 你拜登上任了 会不会聘我当什么国务卿啊 哎呀你某某某上任 会不会聘我当 白宫的外交顾问啊 国安顾问啊 他不会他不寻求这种政治上面的 戒假而辜 他也不寻求 在智库里头找一份工作 然后呢他大学里头已经是终身职的教授 所以他敢写这样的一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里头有一些内容 你看了之后你就会觉得 在阿富汗这个事情上面 百分之百重现 隶属在过去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一直到现在 或者你说从冷战结束之后 一直到现在 美国的外交政策 没有一个地方成功的 所有可能 有和平可能性的机会 全部都丧失了 比如说以巴和平 所有这些 这个你以 建立国家为民 然后所发动的战争 最后都深陷 迷闹 比如说你发动伊拉克 你说我要把它改建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深陷迷闹 你进军阿富汗 你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深陷 所有以战争 所以建立国家为民的战争 全部都导致美国 更悲惨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第三个是你扩张 就造成了你的麻烦 他说 美国不是 言论自由吗 不是有各个党派吗 不是有各种不同的立场吗 他就他在这本书最不一样的地方就 他很细腻的去剖析 在美国 虽然看起来 有政党轮替 虽然看起来 有不同的言论 但事实上 他是一言堂 高度一言堂 他只有一个 外交政策共同体 他形容叫做变形怪体 这个外交政策共同里头有哪些人呢 有政客 然后呢 有这些学者 所有的智库里头的人 不管你是极右派 一直到极左派 其实 你们同样的外交政策的 自由主义的概念 然后呢 一直包括了 就是从政的人 到智库 到学校 他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如果有不同意见 比如说像华特有不同意见 我为什么要讲强调说 他已经不在乎他的 生涯规划了 所以他写这样的一本书 因为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你就会被封杀 你就会被整个外交圈 从学校到智库到政府 全面性的封杀 你的前途 无望 他举了几个例子 后来这一些人的下场 都非常非常的惨 年轻人他受不了之后 然后呢 他讲了这些东西 他说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这一些人 都迷信 二十年前他面对阿富汗是这么做的 二十年后他面对中国其实也是这么做 嗯 强调说 如果我们现在采取行动 我们就会有多少多少多少的好处 嗯 第三步 我隐瞒成本 所以我对于他们这一种 外交政策共同体 这件事情 错误引导美国走向自由主义霸权 然后一步一步让他的外交变得更糟更衰弱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弱也就算了 那引爆的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混乱 嗯 我们现在从回到阿富汗 当初为什么要去进军阿富汗 反恐 现在 请问一下恐攻解决了吗 没有 所以二十年下来你没有解决恐攻 二十年一决阿富汗梦反恐梦 是 你没有解决你只成就了军工复合体 嗯 你没有成就任何的事情 但是 今天我看 对 这个共同体里头还有媒体 嗯 因为我现在看到美国的媒体 我其实就是说有 一肚子火 你知道吗 就是 他们开始在去 讨论的重点是放在说 塔利班 惨无人道 没有人权 你看到他们对女权如何如何 我不赞成塔利班 他的人权的处理方式 但问题是 请问一下当初你美国 出兵阿富汗是因为他的人权不佳 所以你出兵的吗 那就应该去出兵 撒无地啊 是 因为 你根本不是为了人权问题出兵的 事实上当初阿富汗 你2001年没有发生911的时候 阿富汗内部塔利班所有的违反人权的作为 你都视而不见 那 你进军其实为了反恐 不是为了人权 那如果你是为了人权 你刚刚讲的对 其实 他所执行的 伊斯兰律法 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律法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他其实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学生 是 当初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去训练 他们的宗教学校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是啊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所执行的律法跟阿富汗所执行的塔利班执行的律法是一样的 现在美国媒体视而不见沙烏地阿拉伯然后一天到晚再说塔利班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呢 然后呢 你要再制造一次用美国来制裁塔利班然后让阿富汗永无翻身之地吗 所以 我就觉得这里面 虚伪 欺骗 一言堂 世界混乱 好当然因为 美国的外交政政策 你长远来看的时候他一直都是 以每每个case去做做case study的时候他都是失败的 每一个 我说到最后呢他之所以他要战略收收缩因为他最后有把握的就是他跟欧跟北约的关系跟日本的关系 这个是他比较有把握的 以及他跟以色列或者再加上沙烏地 我说这三三三角点不能够毁 三角点着有任何一个产生的根本的动摇 美国呢在战后的全球的战略架构就崩溃 那其他的呢 虽然都失败 但是 没有动摇根基了 就没有动摇到美国的美国的国外交政策的国本 可是这些的这些的失败他终究是一个大的框架 我一直 我们念念外交史的时候 有有尤其在对美国的二战之后的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操作 他其实有一个 有有一个基本的潜规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操作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自己的优越感的基础上面 那种在文化跟意识形态的优越感 让美国人在处理的事情他就很流很容易流于主观跟武断 那我说有美国有没有优越性美国有优越性 但是我一直说有优越性跟有优越感是两回事情 优越性是可以客观评价的美国美国毕竟是最强大的政治体跟经济体 这没有问题啊 在战后的时候美国的美国梦是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人的共同的梦想 这也没有问题啊 你确实有优越性嘛 就像你到欧洲去的时候你看也知道 他就是一个文明富裕跟长时间有文化熏陶的环境几百年累积下来的 我想正常都会觉得那个环境里面 会让你觉得即使做个游客都很舒服 可是当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优越感而且投射到其他必须要跟我一样 你只要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就用你跟我不一样的理由去修理你 你知道你跟我不一样可以拿来当中修理人的理由 是非常可怕的 不管人跟人之间 团体跟团体之间国与国之间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美国的这种的优越感作祟 但是他过去他为什么有有效 我一直认为美国美国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全世界人口比美国多的只有两个 一个中国一个一个一个印度 美国过去当中国印度都很弱都很穷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对手 可是当中国开始强的时候呢 他的对手来 第一个人口比他多而且GDP已经跟他很靠近的国家 第一次出现了 我说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美国三亿多的人口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以前所有被他打败的对手老实讲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 经济比他弱政治比他弱人口比他比他少 没有一样是是能够跟他比的 可是当中国出现了之后美国最近为什么拉印度 我的真正是因为印度的人口 人口终究是所有政治的基础 只不过这种的外交政策的失败 他终究要回到美国对自己的文化的检讨 在那本书里面就美国美国常常觉得自己是善意的 我也我也不认为没有一个一个国家会恶意到觉得我天生天生就想要去消灭所有人让人家死 每个国家都有某种的善意 他们都自我说服他们是救世主 对就是说但是当你看到 美国你常常想像说 他是一个多元的民主的言论自由的环境不是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当我看到美元上面印的是 就是说 你想穆斯林拿拿着美美超的时候你一定很难过的吗 你做一个穆斯林 如果你是穆斯林信仰 你看着那个美超美超上面 美国的总统管你是什么背景 你就必须要按着圣着圣经去去发誓啊 你就必须要拿着美超美超上面永远都会印的那四个字啊 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god 你以为那个那个god是穆罕默德撒拉吗 当然不是啊 他有他的基本的信仰 只是他过去国力很强的时候这些他都可以视而不见 可当他国力一弱 每个人都一样 当你开始弱的时候你的不安全感就就出现了 美国现在正在有空前不安全感的情况 所以他会病急乱投一 这是国际社会之所以越来越动荡的原因 肖罗你是觉得因为美国弱了 所以他病急乱投一 相对弱了 我觉得华特的看法 刚好相反 他觉得 就是因为他的优越感 因为他的霸权主义 使得他越来越弱 那这鸡身蛋诞生鸡肉 那哪边说的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评断 我觉得阿富汗事件里头 他所提醒我们的 就是美国用自由主义霸权 然后呢 去造成世界上混乱的这个局面 美国是没有自己的反省能力的 因为他的那一套共同体 包括了他的媒体 其实都非常的严重 我觉得我们在看西方的媒体的时候 这点一定要注意 我其实看到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荒谬性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不去细谈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两个听 但是呢 如果我们不谨记在心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被洗脑成为 美国式的黑白世界 那那种美国式的黑白世界 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彩色多元的全世界 对吧 我只会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讲 中国人那也要自我自我训练 虽然中国在外交上面表现的包容度 要大很多不中国最起码 不干涉主义 嗯 我我绝对不不让我的军队让让我直接去干涉人家然后牵人家的手呢去写字 就是你觉得你一定要如果 就让人家常教小孩子写字 我们的拉着小孩子的时候 写一一写二 我不这样子做 那那个那个训练的是在 你跟那个国家之间还没有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 如果有激烈的冲突 比如说最近在极其的 巴基斯坦的恐攻事件冲着中国人来 巴基斯坦周末也做了处理 巴基斯坦周末呢 对对贝露之省的这些呢 这些恐怖组织也发动了攻击 也有一些的死伤接下去中国跟美国在中亚地区都会遭遇到恐怖攻击 各有各的各的对手 所以大家会有合作的空间 我是提醒就是说美国的这种的外交政策的操作 他存在的非常高的风险 中国人只要去回想当年的八国联军 今年是新新丑年 什么是新丑年 就是八国联军120周周年 那八国联军其实不止八国11国 你要知道这11国 今天仍然是同一个同盟国 他们仍然是蒙国 就知道100多年来没有改变了 120年前会一起来打中国的这是一个包括当时日本 今天都是美国的同盟国 那你就晓得 整个的西方的体系 他有他的封闭性 他的那个优越感 120年没有改变 在这些人当时 他没有把你比较 感到还不得翻讯 那我说 你还不得翻讯 我给你 合作者 你看 你 小性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